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有關 缺鈣會怎樣呢? 原來很多人以為只是對骨不好 其實是影響全身體的 總共有14個情況 所以要分開兩個視頻 今天先講頭七樣 其實這個鈣質我們要知道 是人體內很重要的抗物質 但是中國人比較喜歡吃素 同時他們又少曬太陽 所以根據統計結果 全國大約有九成人 都有鈣質攝取不足的情況 鈣質是組成骨格的重要營養素 所以很多時候缺鈣 人們就想起一定是骨的問題 無論是青少年他們的骨格發育 或是老年的骨質疏鬆情況 都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除了這個骨格問題之外 鈣質在調節神經和肌肉生理機能上 是很重要的 幾乎跟全身的健康狀況 都有關係 今天先講頭七個 第一就是兒童成長的時候 是很需要這個鈣質 讓他發育 如果他吸收不足 他就會比普通的 童年的兒童更加矮 第二就是講我們老年 如果你鈣質不足 你就容易有骨質疏鬆 你會駝背 或者關節會酸軟 走也無力 另外就是懷孕婦女 因為他有個嬰兒在肚子裡 需要鈣質 如果他本身鈣質不足 他懷孕後就會容易有腰酸背痛 手足麻木 抽筋 而第四個症狀 屬於 生育期的男性 因為 他如果缺鈣 是 令到他容易不育 因為鈣是能夠刺激精子的成熟 如果缺鈣精子不夠成熟 那怎能生育呢 第五個情況就是 你的牙變軟了 因為除了骨外 鈣質最需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牙齒 當我們身體的鈣質含量不足 你的牙就會變軟 脆弱 容易出現裂痕 甚至容易會鑄牙 第六個就是容易抽筋 因為鈣質是有幫助肌肉正常收縮的功能 當人處於缺乏這個鈣質的時候 肌肉會過度收縮 不自覺就會拉得很緊 就會增加抽筋的風險 特別是你睡覺的時候 如果你的肌肉 繼續是收縮的呢 你的手啊你的腳啊 這些部分 是很容易半夜抽筋 令到你痛醒的 第七呢 就是你的人會覺得很累 睡極也睡不好 因為鈣質 不只會影響 神經細胞的代謝 令到你的大腦 沒有辦法有效的代謝 有害的物質 就造成神經斑緊 容易疲勞困倦 就影響你睡眠質素 嚴重的時候 甚至可能會 引發自律神經的失調 如果想改善你的睡眠質素 除了你補蓋之外 你在睡前 要放鬆 提高你深層睡眠的時間 以上的七點 是其中之一部分 另外的七點 會在下一個視頻 為你再介紹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鈣質是影響這些骨 很多問題都會受影響 謝謝你收聽